残疾之人 不能心理 请先生 见谅 齐国人孙殡 受上将军庞涓邀请 来到魏国 孙殡没有料到 这是一个卑鄙而残忍的阴谋 上将军 上将军 庞涓队已不薄 为何要暗通齐国 这一定是要见人加害于我 上将军切勿上当 证据确凿 哪里来的贱人 上将军 来人 等我告诉军上 再行定罪 上将军 一定是有贱人 一定有贱人 上将军 一定有贱人 上将军 一定有贱人 一定有贱人 庞泉 我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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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惠王时期 魏国与齐国争霸 庞涓担心 才华横溢的孙殡 被齐国所用 危害魏国 我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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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醉了 自曹 古译 龛润没有料到 他的残忍将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残妾之人不能心灵 请先生见谅 残杀的庞隽 是无死残忍 带我回齐国 大恩 叮当好报 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 孙并逃回齐国 侍逢齐国如日中天的国事 中毒残疾的孙并作为军师 开始复仇 公元前354年 孙并唯未就诏 在桂林打败庞涓 公元前341年 孙并剑造幼敌 在马林歇灭十万位军 走投无路的庞涓自杀 你们都出去 我和公子叙叙旧 许久未见 公子一向可好 先生是个大才 只可惜离开了魏国 魏王眼里没有我公孙秧 秧 秧只能来秦国 在魏国 公子一直善待我 秧感激不尽 来 饮酒 公孙秧 你这个骗子 兵者鬼道也 手段不重要 唯结果是之 对不住公子的 公孙秧 你这个骗子 快点 公孙秧 魏达目的 不择手段 这是公孙秧的逻辑 也是大多数世人的逻辑 马林之战后一年 被魏国放走的公孙秧 诱骗魏国公子魏昂 大败魏军 公孙秧即商秧 商秧 商秧变法是秦国走上了霸主之路 而魏国成为了第一个牺牲品 有人这样形容战国时代世人的影响力 一路而诸侯聚 安居而天下兮 而商秧的作用远大于此 他几乎主宰了一个时代 公孙衍是魏国西河人 他也为秦国效力 西河学派的徒子徒孙 原自魏国但大多成为魏国的对手 公孙秧之后 公孙衍率领秦军公卫 一场战役就斩首八万卫军 黄河以西之地 近归秦国 公孙衍之后是张仪 魏仁张仪担任秦国相邦 数十年时间 以连横之策 不断蚕食魏国